我们迷失了自信,时间太久了,无量皆来,在轮回里头打滚,生生世世,越迷越深,时间久了,迷得太深,一间变成习惯了。 这个习惯叫习惯,不是本性,变成习惯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怎样从习惯里面回归到本性,这就是佛法。 佛这个字,外来语,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觉,是智慧,是觉悟,所以佛法是觉悟的方法。 觉悟所依靠的是智慧,智慧现前,你就觉悟,觉悟能解决一切问题。 连我们这个病痛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全能解决。 永无病痛,永无病痛,永无生死,永无生死就是大涅槃。 涅槃之路,若无穷啊。 佛在经教里面给我们取了几个例子,涅槃的四种路。 第一个字,历一切世间苦。 得出世间大落啊。 出世间落是什么呢? 各主说,历苦就是落。 我们读《往生经》。 《往生经》就是净土经论,将往生西方其乐世界。 西方世界称之为极乐。 那个地方,没有苦啊。 外有苦就叫做落。 所以苦落是相对的。 苦没有了,落也就没有了。 你也想着这个世间种种快乐的事情。 这种种快乐,在佛法里面叫坏苦。 佛法叫三种苦,三大落也。 苦苦苦,坏苦,坏苦,行苦。 这三种苦都没有了。 这叫真落啊。 苦苦跟坏苦,就是我们讲的苦落。 苦苦是苦啊,坏苦是落啊。 这两种苦。 这两种都没有了,叫坏苦。 这两种都没有了,叫坏苦。 为什么叫坏苦? 它不坏。 它虽然苦了都没有了, 它迷,迷而不坏。 那还是苦的坏苦。 这三大类,一切苦,不怪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的苦,统统没有了。 那就叫坏,就叫吉坏。 第二,这个涅槃第二种路。 原理亏闹。 我们现在讲繁华热闹。 原理。 生活在哪呢? 生活在亲近即命。 这个味道畅啊。 是一见人喜欢热闹。 真正有德行,有修养的人,喜欢寂静。 安静。 安静里头,有真伪啊。 热闹场所说,那个是欲望啊。 现在一般人家磁场啊。 这个热闹里头的那个磁场是欲望。 热闹场。 人生活在那里烦躁啊。 情绪不安。 清净的环境里。 那个磁场。 那个磁场是安定的。 是活目的。 那是真正的下属。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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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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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 偶尔。 到这些地方去旅行观光。 啊。 休假。 啊。 你会感觉到那几天身心舒畅。 啊。 那么这个磁是水于涅槃磁。 啊。 第三。 是智慧开了。 于一切法。 是智、是见。 心地清净。 智慧开了。 啊。 用现在科学家的说呢。 这个话来说呢。 时空的唯次突破了。 啊。 到达这个境界是真正所谓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解。 无所不能。 要不要学习呢? 不要。 为什么不要你? 何其自信奔来去做。 缓能大使, 入了这个境界。 你看事处事间这些点击 他不认识字 你念给他听 他没有一样不明了 他可以讲给你听 念的人不懂 听他讲解 也看我 也就明白了 不认识字的人会讲经 如是道的点击 在他你念给他听 他统统都跟你讲 一点障碍都没有 你要问那什么原因 实在是这样 他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 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何其自信本来亲近 那就是信近涅槃 他在这个世界 六根有没有染污 丝毫染污都没有 为什么自信近击结 我们前面讲的信近涅槃 他得到了 他欺辱这个境界了 所以他的政策 清净平等 真就慈悟 永远不离啊 念念相应啊 这叫入真实会 不但永远不离啊 而且涅槃思路最后一个 深入金刚 永不坏落 那么六足 他也有生死 生死是肉身 生如金刚 不是他的肉身 是他的法身 发生不生不满 视线在九法界 完全能控制 他那个身 不是夜报身 夜报身才有病脑 他的身 是尘愿再来的 硬化身 硬化身 没有病脑 有时候也有病脑 那叫实现 那什么 用这种方式 来教化重生 像维摩居士 就当年佛在世的时候 维摩居士所证得的境界 跟释迦摩尼佛平等 所以诸布也晓得 释迦摩尼佛实现 出家成佛 唯摩居士实现 在家成佛 由此可知 成佛 成菩萨 成阿罗汉 你说是出家 还是在家 通通行 在家出家 不用两样 你入那个境界 是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个实现 才叫圆满 这是离四无碍